又到了10月手杖设计的日子 今次我们来挑战只用手杖贴纸 不用画画去完成这个月的设计 说什么挑战,懒你就懒吧 好啦,我承认的,其实我真的懒 加上颗还未好,不能画画画得太久 但也想继续出片给大家看 那就顺利成章来一个挑战吧 任务很简单 就是不准画画 用完这张贴纸,顺便做一个图监 10月份,刚刚好,就是Halloween的日子 我尽量用橙色,灰色,黑色这些颜色做主调 在角落头这个位置,通常我们都是用来写月份 就这样写月份就很单调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画一些图案在月份的旁边 Halloween,黏个蜘蛛网就适合了 始终贴纸没有颜色,所以我本身 就加了一些橙色和黑色做背景底色 我们再贴其他图案之前,就先写好日期 这样容易一些预位 本身我把手帐已经有了Halloween这个英文字 因为都想方便一些朋友未必用在月间上面 可能是真的就这样记录那一日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那个月发生了什么事 今次我也想用它在里面 我会把Halloween这个英文字写在October上面 说错了,应该是贴在October的字上面才对 贴之前都没有那么单调 在下面用了橙色和黑色的波点做一些衬托 贴好之后,就用一些简单的英文写回October 那就可以了 因为Halloween的字型已经有点复杂 而且我下面也画了颜色去衬托 所以October我就简单一些写出来 只在前面用橙色加一些小三角形就可以了 写完我标题之后 总是觉得差了一点东西 那我就选了月亮的贴纸 贴在这个位置 感觉上标题的左右两边都要有些图案 才比较工整一些 月亮的下面我没有加任何颜色做衬托 因为我会觉得黄色就不太衬黑暗风 所以就有它一个黑色的月亮比较好一点 完成了标题的部分 我就想先装饰了31号 因为是正日Halloween 那我就在正日那里放一个南瓜贴纸 贴纸的底部我都视线上了橙色 下一个步骤 我就想在版面的左手边 预留一个空位来写To-Do List To-Do List通常都要有一些框框框住它 所以我这次就选了托把 去做框框的其中一边 因为贴它够直不离 剩下的边框位置 我会用一串橙色和黄色的灯蛋去围住 而对角我都会贴一个小小的公仔 一来就可以对称托把 二来就可以当是To-Do的title 那我在蜡烛的底部 都加了两个黄色的波波 贴上去就好像两支蜡烛的灯光 接着就到画一串串的灯蛋了 其实技巧都很简单 只要你的线条去到某些位置 翘个小圈 再在你自己画的线条上面 不规则地加一些小灯泡 有些向左有些向右 那便完成了 Oh no! 这样算不算犯了规? 不过这些这么简单的线条 都不当画画的 不要理太多了 我们先去到版面的右下方位置 因为Muji的月间簿 每一个月都有六行 而通常1号到31号 只是佔用了五行的位置 会佔用到六行的月份 真是少之由少 所以通常都会有一行的空位 给我们画下图案设计一下 而今次Muji是31号 所以我就将1号移到最顶尾 而预留了下面一行的位置 那下面就可以有多些空间 给我们发挥了 只是贴贴纸 其实我觉得有点单调 所以我很想加一句预录 但又好像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很适合 最后也是选这句经典的说话 到底大家万圣节的时候 会怎样选? Check or Cheat 我以前住的屋苑很开心 每到万圣节正日 每家每户都放好糖果在门口 而小朋友呢 就扮鬼扮马 最重要啊 他们一定拿着一个南瓜的揽 然后就到处去拿糖 以前每家每户 甚至整条村的人都会认识的 现在大家回到家就关了屋门 连旁边住了些什么人都不知道 真是很怀念以前的日子 等我再加一只古灵精怪的小鬼 襯托一下我的文字 对啊,跟大家说回 我在我的英文字下面 虽然加了我最爱的圆波点 但今次我又加了一些小三角形的元素 滑到这里 在这里我发现自己刚才忘记了 寫to do的title 那就趕快把它写回 接着我们又回到to do list的上面 因为每个月我都有很多特别事要记下 所以我想在左边这里 预留多一点点位置给自己写东西 虽然预留空白位来写东西都很方便 但反正也有贴纸剩下了 就装饰一下它吧 我这个装饰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左边一个贴纸 就会有几条横线写东西 然后右边一个贴纸又有几条横线 就可以把几件事分架开 下一个步骤 大家会看到我在1号和2号上底色 因为1号和2号都是放假的日子 正常就没什么工作要写下去 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再加以装饰一下 在这个位置我就贴上了一顶毛泡帽 围着毛泡帽就写了Holidays这个英文字 然后剩下两张贴纸 我就再装饰一下版面 想一想究竟放哪个位置比较好看 骷髅骨头呢 我觉得可以挨着掃把放也不错 其实大家不一定要用贴纸上的贴纸 只不过是反正我都做了这个10月的手掌设计 到时就拿它去过膠 顺便做图鑑 这只床单鬼我就决定放在这里 量一量位之后 上底色给它 就可以贴它下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叫它床单鬼 或者它像床单瓜 又或者每次看电影 客人都是这样套着床单出来的 其实有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叫法 要不然我应该一生都会叫它床单鬼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记得留言告诉我 说回手帐 来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好像有点空了个洞 所以我加了个Happy Halloween给它 这次的手帐我完全没有想过 没有设计过 真的看到一张贴纸才在想 究竟应该贴在哪里好呢 这样去设计一个月的手帐 原来真的很治愈 没什么压力 似乎我的手帐贴纸 真的可以做到 另一个不懂画画的人 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漂亮手帐 希望你们都喜欢 这次没有压力的手帐设计 喜欢的记得给个like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按旁边的钟键 还有记得follow我Instagram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